这又是一个咖啡机水泵 一个由意大利Floido Tech品牌制造的TM30-200系列旋转泵 旋转泵由于噪音较小 可长时间保持稳定的压力 20世纪中叶 开始被用于浓缩咖啡机中 FEMA、Lamazoco和Noradon公司率先使用这一设备 并一直沿用至今 TM30-200系列泵头 最高转速可达3500转每分钟 最大流量为550升每小时 最高泵压可达168 在1450转每分钟时 流量在30-200升每小时 旋转泵由两部分组成 电机与泵头 泵头有一个进水口和一个排水口 内部由液轮轴及偏心腔体组成 打开电源 波动萃取波干 水泵的电机通电 在电磁作用下 液轮轴开始高速旋转 带动泵头的液轮转动 低压水由进水口进入偏心腔体 液轮片随着转动搅动流体 由于偏心腔体截面不对称 使管道在截面上的形状 呈现类似椭圆形 随着流体进入偏心区域 截面的面积会逐渐变小 导致流速增加 根据连续性方程 当截面变小时 流速会增加 流体动能也会相应增加 于是增加的动能转换成压力 液体的压力随着流速快速增高 并达到萃取所需要的酒吧压力 从出水口排出 于是充满压力的水 通过咖啡机的各个管道 冲煮系统最终贯穿粉柄 得到了一杯espresso 这就是咖啡机旋转泵 那么问题来了 在水泵进水口的侧面 有一个一字调节螺丝 用来调节泵芽 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